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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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少有哪個交通部長 院長會跟他講說 你的預算沒有什麼限制 你只要好的計劃 你就要趕快提 一個都是上百以上千億的計劃 但是問題在這 在我來看 那些計劃很多是不要錢的 為什麼 願限制願是閒制的 政府本來叫擴大公共支出 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好好規劃 其實公共支出的項目很多 交通部當然我希望能夠 它至少就軌道部分 它去重新去檢視一下 很多軌道建設其實值得做的 第一個就像中部 中部的運輸 這個意思是一個問題 鐵軌有很多地方其實可以裝軌 改成裝軌的話 將來運輸量就可以能夠改善 這部分我給它時間就是連底了 另外就是西部地區當然還是也有不少可以改善的部分 大都會地區鐵路進來的時候 是比較地下化或高價化的問題 這個部分都是可以做的 就是說這些東西遲早都要做 凡是社會參與就一定會讓這個事情變慢 那麼就會顯現出來好像你沒有果決 沒有破例 但是有果決有破例 背後代表就是 就是程序上的正義就不能完全兼顧 至少你跟全民溝通機會就變少了 本來就是矛盾的 也許社會大眾會顯得我們做的比較慢 但我們希望我們做的東西都是對的 也許會認為我們的溝通還是不理想 但至少我們有盡量去溝通 你能做的就是說你希望能夠讓 這個事情在當時有些不滿意 但事後能證明它還是好的 然後慢慢它能認知 如果做不到那就換人來做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得罪一個人 做十件事情得罪十個人的話 你的民調當然就很低 如果純粹為了民調而民調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看 是很耗時間的事情 因為在一個民主社會 其實它每一個人都充滿了無力感 無力感的意思是說 每一個人都有他推動的事情 都有一定的困難度 你能做的就是盡量把你的精力 能力用在有效的地方 就是你現在被所有前面 就是有很多的山領把你擋到 你不去跨越這個山 你就沒有辦法往前走 你跨不過去 你在這邊做什麼都沒有用 粉絲太平沒有用